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去医院检查 抽了个洗肠龟 然后医生一看那个结果 然后就说你这个情况不太好 就让住院 那个时候才知道 结婚了吗 那个时候结婚两年了 有孩子吗 没有 还没有 生活还是正是甜蜜的时候 突然发生这个事 当时心情很糟糕 对 丈夫怎么样 对我挺好 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现在就是我还算是比较幸运的一个 在骨髓库里边找到了配型 那好 找到了配型 对 移植了吗 移植过了 现在怎么样 有排斥吗 有 总体来说还可以 康复期 对 那你这最大的心愿都完成了 那你还有啥心愿 你这样 你先把心愿说出来 行 来 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我的幸福心愿是 希望能和我的丈夫和平分手 来 请坐 为什么要分手啊 我知道我现在说出来这个话 大家都比较惊讶 是丈夫做了什么 对不起你的事 没有 她对我很好 就是因为她对我太好了 所以我觉得我不想再拖累她了 因为从我生病一直到现在 她背负的压力太大了 刚生病的时候 我就跟她说 你感觉自己的病痛拖累了她 但是你现在不康复了吗 因为我现在我可以照顾自己了 你现在可以照顾自己了 你一天一天变好了呀 你们还没有孩子呀 将来还要有孩子呀 以后要不了孩子了 你是说医生告诉你 你即便康复了也要不了孩子 所以你要跟她分手 我问几个问题好吧 你治病花了多少钱 我换了几十万了 我换了几十万了 我也恢复的差不多了 我不想再一直这样连累着她 你怎么感受到她的压力 从我生命到现在 不说别的吧 就是说给我凑医药费啊 这一块 她想到了卖房 然后给亲戚朋友借钱 然后就是生命当中 每一次我遇到 就是说比较危险情况的时候 都是她一个人在承担 从来都不在我面前抱怨 你什么时候有这样的念头的 要分手 我刚生病那会儿 我就想过这个问题 那个时候我也跟她说过 然后她不同意 她说你在我心里就是最亲的人 她说如果我要是不配合治疗的话 她一个人在这世上 也没什么意思 然后就是说了很多鼓励我的话 你尝试过用一种间接的方式告诉她吗 就不是自己直接告诉她 前两天我想着给她写一封信 用书信的形式给她告诉她 这样的话不至于太残忍 对